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不晓得您在家里是不是还可以找到 主父母一代流传下来的族谱呢 有些可能还留存着 有些则可能已经失传不可考了 有鉴于此高雄市教育局特别举办了 电子族谱夏令营 教导学生以及家长们使用电子族谱 利用网络的资源建立家族的历史 编一本独一无二的族谱传家宝 眼前的画面应该不陌生 巧妙地利用时下最流行的宫廷剧 小朋友发挥创意追忆世代祖先 逗趣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为了让小朋友更了解家族之间的关系 高雄市教育局特别举办的 电子族谱沿袭夏令营 展开围棋两天的亲与共学课程 操作一下 还有K图吗 没有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还有道杂志 还有那个 了解我哪个字呢 哪里 你有觉得很好玩吗 有 你自己来 高雄 高雄 透过小朋友最喜爱的网络资源 将家族的照片影音档等等资讯 汇整传上网 不但让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原生家族 来自何方 发展脉络以及历史渊源 也好让珍贵的家族历史获得保存 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演习 让孩子能够了解他的家族的状况 能够做本追缘 那能够让现在的祖先留下他们的宝贵资料 包括影像 包括声音 等等 那也能够追溯到历代的祖先 能够建立他们的祖仆 在暑假期间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特别展开了围棋两天的夏令营 希望借此活动 让祖父母、父母与亲子 共同学习电子族谱系统 并一本独一无二专属家人的族谱传家宝 港督新闻旅综综艺 吴雅婷采访报道